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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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修正的正是正道的正 正物的正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修呢 通过修你能证得佛果 对 否则我们修干嘛要修呢 挺累的哦 虽心所愿好了 反正那个习气已经生生世世 有了那支戒也有了生下来我妈就那样 告诉我 蓝的黑的白的飞的 四四飞飞 反正大家都这样说 我就随波逐流好了嘛 这多省境啊 现在还要定住 还要重新看这个世界的真相 那很累的哦 但是这个修正有助于你成佛 有助于你从沦为中解脱 所以要修正啊 要改过来啊 那种随心所愿乱想 人道的支戒都是让你轮回的 虽然人道的支戒有的是对的 不能说错啊 比如蓝的这是黑的 这是对的嘛 明明白明白对的嘛 要很明白知道它是人道的 它是人道的 所以每一道有每一道的道 其实说每一道有每一道的道 但都不是真理啊 所以跟人世界你要说人话 去鬼道说鬼话 去地狱道说地狱的爱 人家是对的 但这个是对的 但是呢 这都不是真理 不要叫真 我这打就打到后来就手都好胀啊 就每一个手指头都胀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的是石器重 有的是气血虚 有的是打得好 然后气血熊环上没烧神经 开始就是石器重没烧就胀 对对对对对 对你来说没事过一阵就好了 还有季节性的就石器重有烧 气血虚 石器重有烧 还有静坐呢不能忘我 然后呢又打握这个 就是就像对法门不熟练 用法门的时候就像小孩喊奶瓶死劲 就是小孩碰到把全身出来劲 用上就有一丑子就穿 就是不会熟练的用法门 它就抠得太紧 就是太紧了 绷得太紧了再修法 有你数数 怕自己数不清楚 就弄得太紧了 就弄得太紧了 扎得太紧了 别说是手上你手心还出冷汗了 手脚冰凉 因为万一十年怎么办 万一十年也掉不在地狱 不用吧 所以不用担心 但是刚开始就这样的 完了打坐以后感觉自己太紧了 就放松放松 拍一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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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松一下 这样子 反正刚开始都这样 我们是现在因为你修定啊 修佛菩萨的支界 都是跟我们以前做人的很多角度 逆反的 都是要逆回来的 所以还有个供业嘛 也在那抗衡嘛 因为别人怎么看你 别人怎么说你 也会影响你嘛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 其实蛮辛苦的 有时候刚开始 因为你有北京转 什么也转你 别人说句话 骂你 对你评价了 爱不爱你了 这个桌子放在这儿 你也觉得有时候爱事 觉得转你 是吧 只要你较真了 就转你 我怕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